大家好,我是Grace 今天要谈一谈亚洲的高收益在市场 小米的创办人雷军曾经讲过 站在风口上连猪都会飞 他指的是说当资金活水来的时候 连挡也挡不住 那这句话呢真是目前亚洲高收益在市的写照 我们知道今年来各国央行开始启动新一轮的宽松接力赛 大家纷纷释出鸽派的讯号 所以国际资金的活水呢 纷纷开始回流到新兴市场去布局 那去年表现得很疲弱的亚洲的新兴市场呢 在今年来除了他的汇率明显的升值之外 那他的债市跟股市呢 也有明显的回升反弹 那亚洲高收益在的基本面具有韧性 而且他的机器相对是比较低的 所以预计未来至今持续布局的状况是不会改变的 过去几年来 中国很像是一艘大家担心的大船 大家怕他航行的时候会撞上冰山 导致经济硬着陆 可是偏偏呢每一次呢 他都会挺过难关 那中国基本面目前已经逐渐浮出落底的讯号 虽然经济数据没有特别的亮眼 但是亚洲高收益在是会领先基本面反应 也就是说当基本面变好的时候 我们才来布局亚洲高收益在的时候呢 通常已经长了一大段了 所以我们投资要趁早 要趁这个时候做好自己的财富规划 那提高自己的胜率 才能满足个人的一个投资理财的需求 谢谢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因享乐公开说明书 打赏 with the 線看 击 AS s